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 那么在很多人的愿望清单里面呢 肯定少不了买房这一回事 有了房子就好像有了自己的安乐窝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精心布置你的安乐窝 过上自己喜欢的家居生活 想到都觉得幸福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楼 今天为你挑选了两个项目 有三个共同点的 首先第一就是在吉隆坡市中心 第二已经建好了 第三价格大约是马币500千左右的 那如果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你是想要找大约500千左右的楼盘的话 记得留守下去哦 为什么是马币500千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如果马币500千的话 我们的贷款90%呢 也就是说我们的贷款额是450千 450千我们年轻人啊 我们分35年来还的话 然后目前银行利息为4%左右的话呢 我们算出来我们每个月的供期 大约就是马币2000多一点的 而马币2000多的话呢 也就是说现在一般年轻人 都可以负担得起的这个房贷 那好啦 我们现在要看的第一个项目呢 就叫Majestic Maxim 位于较赖康乐花园 距离吉隆坡市中心10个公里左右 周边有SUKE East West Highway Terrascajan Highway MRR2等等 出入非常方便 再加上这里步行400米 就可以到达Taman Connock MRT站 没有驾车的打工一族 也可以方便搭车 在这栋公寓里面 我们有四栋 每栋呢 有534个单位 两个户型 两房的和三房的 这边呢 有蛮多的这个公寓设施的 是适合各成年龄的 OK 那么这边呢 就有这个 Half Basketball Court 就是半场的这个篮球场 谁想要练习惯篮的 就可以来这里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休闲公园啦 那边还有一个足球场哦 哇 OK 所以现在已经 也是可以在公寓踢足球了 在公寓设施楼层这里呢 可以让你会汉运动的有 篮球场 雨球场 迷你足球场 冰棒等等 可以随时挥汉运动 可以让你relax的 有游泳池 按摩池 还有花园 那么可以让你和家人朋友聚会的 我们有儿童游乐场 BBQ area 在这里还有送哪房 这个是golf bridge 这里还有一个户外健身室哦 而楼下呢 我们还有商业店铺 符合现代年轻人忙碌的 城市生活 lifestyle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下到来 这个 第23层楼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 这个单位呢 它因为就是 这栋楼刚刚交锁式的 所以这个单位呢 它还是就是全新 还没有装修 还没有清理的 不过呢 我就是想要赶快来看嘛 所以希望大家不介意哦 我们就先来看看吧 而这个单位呢 就是650方式 两房的户型的 那么一进单位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 就是一个 这个厨房位置啦 然后那一边也是有压 哦 两房的单位也是有压哦 那你的洗衣机呢 就可以放在外面 还有些杂户这样子的 那么这一边 就是我们的用餐区啦 Dining Area 然后这一边 就是我们的客厅了 OK 那么从我们的客厅望下去呢 就是可以看见这个 Facility Area 就刚好这个单位呢 是向着泳池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见客厅的采光度 也是不错啦 就是啊 就是这边的这个窗口 开得蛮阔的 那么另外两间房呢 就在另外一边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那主人房这里呢 也是同样的view的 就是向去那个游泳池的 然后呢 它就做这个L shape的这个窗口哦 就可以带更多的广线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Master Bathroom 然后这个房间呢 它是稍微的暗哦 觉得哦 就是因为它是向那个走廊 那个方向的 那这个房间呢 也是可以放双人床的 OK 然后这边也是可以放Row Row 所以这个房间位置呢 其实它的空间来说呢 其实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那一个 共用的这个浴室啦 那么这个户型呢 两房两个浴室 650方程的 我们目前的卖价呢 大约就是380千或以上的 那么如果你说要租的话呢 马币1400或1500左右 它就是看你有没有包架式电器 或者装修这样子的 那么如果是三房的单位呢 三房850方尺 三房两个浴室 那么这个户型呢 大约就是马币480千左右的 480千左右 租金方面呢 就是大约就是马币1800 它就是看你有没有包架式电器 还有装修之类的 好了 现在来到的这个楼盘呢 就叫M Vertica 而M Vertica的Tower A 还有Tower B呢 是今年刚刚建好交楼的 位于Jalan Teres旁边 距离吉隆坡TRX国际金融中心 只是3.5公里 去到KLCC6公里 妥妥的就是吉隆坡市中心了 从公寓走出来500米 就可以到达Taman Maruri MRT 还有LRT 轻松可以去到吉隆坡其他商业区 项目周边也围绕着 好几家著名商业广场 比如A1 Maruri Sunway Velocity IKEA 还有MITOWN 所以这个楼盘交楼以后呢 很多的单位很快就出租出去了 来个项目介绍 我们这里呢 A座有808个单位 B座有685个单位 两个户型 三房的850方尺 和四房的1000方尺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公寓的设施楼层呢 然后我们这个公寓的设施楼层呢 是整个吉隆坡最大的这个设施楼层 它总共呢就有4个英亩那么大的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边呢 我们种了非常多的这个绿色植物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园 让住在这里的住户呢 可以享受那么这个大自然的气息 非常棒的 这些人denoti MURMIE 免疫情 免疫情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现在来到这个单位门口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年轻人在城市 要budget budget这样子的家居生活 可以怎么做 看一下 有温馨港吗 好了 这个单位呢 我们是850方尺的 三个房间 两个浴室 这一个户型呢 一般上就是适合我们年轻的家庭 就是那些刚刚结婚啊 要开始组织家庭的这个年轻人啊 so 在这个单位呢 我们的售价大约就是 马币50万左右的 然后呢 在这一个单位呢 我们也是装饰了这一些墙壁纸啊 还有就是这个一些小装饰品 然后呢就是家私电器 全部都放进去呢 我们都是花费了大约 一个4万5左右 就可以把整个单位弄得漂亮亮了 ok so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一边呢 我们这个厨房壁柜呢 是我们的开发商 已经包括在单位里面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东西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麻雀睡小五张俱全 就是可以在这里煮啊 然后在这里洗啊这样子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也是有压 可以就是有一个空间 让我们放洗衣机 还有晒衣服这样子的 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对于就是我们的dining tables啦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买一些漂亮的这个餐桌 让自己每一天吃饭都很有仪式感 ok 然后来到这个客厅的位置呢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舒适 因为呢 我们的采光非常的好 然后呢 就在这一边我们贴上了这个奶油色的墙子 然后也放了这个奶油色系的沙发 然后再配搭这个白色的风扇啊 电灯啊这样子的 然后就整个空间呢 就营造的非常的温馨了 那么在城市工作了一整天过后 回到你的家 坐在这里 看TV也是非常享受的一个moment 然后在客厅后房的位置这里呢 我们就有三间房间了 那么一般上如果是小家庭来说 这一个应该是我们的小朋友的房间 所以这个小朋友的房间呢 我们可以看它的空间也很好的 然后呢 窗口也是对外 那你就是有自然的光线进来啦 然后也可以放双人床啊 放ward road 都是有足够的空间 然后这个房间呢 我们也是可以放双人床 是看你的个人需要 有可能你是有长辈跟你一起住的 就好像现在城市年轻人啊 需要长辈照顾小朋友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个房间你可以做你的工作间 尤其是哦 现在有很多人都是在家 look from home 这样子的 所以这边就多了一个房间 然后来到这边呢 我们就有这一个浴室啦 然后这个浴室呢 就是给你的客人 还有你的小朋友啊 就是共同使用的这个浴室 再来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主人房的采光非常的好 因为一进来呢 就感觉那个光线非常的充足 你的床放在这里呢 然后这边就有你的dressing area 然后在前方这个位置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位置呢 可以放你的votrope啊 衣物之类的 而至于我们的主人浴室呢 就在这一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灰色系列这样子的 so就是modern的这个浴室啦 好啦现在我们楼看完了 还没买房的年轻人是不是有一些感触呢 在我们传统华人的思维里面呢 我们还是觉得买房是一个必需品 因为有了房子呢 就等于有了一个安全感 一个我们给家人的一个承诺 一个安全感 那么如果你问我 Ali啊 年轻人应该买房吗 我的回答是 是的 而且要趁早 那么买房 首先要留意的就是你的地点 发展上背景 当然就是还要看着自己的预算 不要让自己太大的压力来攻房 成为了房奴 所谓有横产者有横行 有了房子一定会有目标 还有那个动力 那么在年轻可以拼搏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安逸呢 再加上在马来西亚 房产价格对比人均收入来说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可以负担得起 每月贷款的 反而在国外房产价格已经攀升的 很多年轻人想也不敢想的价格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 这个福分呢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差不多来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为大家开箱的 这两个50万左右的这个新楼盘 那么还有就是给年轻人一些 这个买房的心得 那么同时呢 我也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啊 向镜头前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2023年 突年行大运 突然发财 前途市井 红途大展 还有就是买车又买楼 然后记得哦 买楼要找我 哦 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突年行大运 突然发财 红途大展 前途市井 还有就是买车又买楼 然后呢 买楼记得找我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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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